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网友 我讲了一段影片 讲了这次以色列的拦截 以及乌克兰拦截俄罗斯导弹的经验 这次讲讲 为什么伊朗这样打以色列之后 台湾人松了一口气 原来不用怕的 为什么呢 好了 我看一看大家 最后经过这几年我发现 没有比健康更重要 我们引入韩国这种 从Bio 保健功能食品 我要闪耀的健康新方向 为什么引入这家 是全天然材料造成的 就好像自己回家和家人吃饭 他是考虑到材料的功能性和安全性 在韩国的保健食品里面 满意指数排第一 也是大家最喜爱的 今次介绍这个护眼素 他很特别的 这个你有吃的 但是他用那个 那样东西是保护了你防满胃液 不会被胃液中和了 主要是叶黄素和玉米黄素 用来吸收了蓝光的 吃了就不会眼睹睹的 他坊间很多装这些东西的 都是用胶囊 胶囊是顶不住胃液的 这个其实是 他是用蔬菜的原料 第一他就是organic 不是胶 第二 就是用这些蔬菜 来做囊 去装这些东西 就可以穿过你的胃 于是就给你吸收的 特别健康的 喏 今次护眼素 一瓶 30粒 一个月份量 160元 第一瓶 就是9折 第二瓶就是7折 其实两瓶平均 就是128元而已 今天特价 两瓶128元 还有 他分开男子和女子的 supplement 就不用犯了 这个就是 我们香港买的 多数是美国和加拿大的 他这个就是適合亚洲人的品质 比如 男女是有不同的 男性的维生素 男人的维生素 13种维他命 加上6种抗物质 女性的维生素 他再加上1种抗物质 是维护甲状腺的 这个是 维护皮肤健康 抗氧化 和让你的骨质不会疏松 这个推广价是多少呢 第一瓶124元 接着7折 一瓶60粒 可以吃两个月 买两瓶 就是 两瓶每个月不用60元 第一瓶 就是9折 124元 第二瓶就是7折 96元 这样两瓶 这个220多元 一瓶可以吃两个月 大家可以去我们三间店铺 湾仔 譚神道 荔枝国长沙 环港场 九龙常穴道 E-Smart 2楼A3号铺 大家来光顺一下 这个网站就开了 大家可以上去网站买的 这些东西 中国军事学者 赵楚认为 这种事件 反映 用飞弹为主的战法 效率低 这个 用飞弹来进攻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就是因为飞机不够人 德国发明的 其实德国先有V-1导弹 V-1导弹 那架飞机就装着炸药 继续方向飞去英国 飞到没有油的时候 跌下去 好像巡航导弹 V-2就是弹道 这个就是 后来 美国和苏联 都是抢了德国的科学家 和档案回去 製造这两种导弹出来 这两种导弹 现在主要用来威胁人的 远程 就是靠这些导弹 靠这些导弹 但是导弹 你又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飞很远的时候 会不会被人探到和截到呢 这是第一 第二 你有多准呢 这个是 美国拼命做两件事 我解答给大家听 美国自从打了两次海湾战争之后 第一 它力求准确 如何可以打得很准 要求打你的枪 第一个导弹 第二个 飞进你的屋里面爆炸 准到这样 这个就要用它的GPS 和光学制度 雷达制度 是令到它很准 是去到零点多微米 但是 这个就是这样 那架飞弹很快的时候 就不准 所以 美国的巡航导弹 都是subsonic 即是不超音速 才可以很准 飞得很快的 就没办法很准 准度就差很远 可能就差二三十公尺 第二就是匿迹 它是 你看不到它的 因为 匿迹就是它查了反雷达的东西 那么雷达不是那么容易 測到它 第二 它就 貼地面飞行 貼地面飞行 很容易撞 那么 那个渡航要很厉害 而且 一旦进入境内 它的地图很详细 就是 哪里挨山 哪里 避开所有雷达 所以 烏克兰那些 捕风阴影 拿英国的捕风阴影 打极 俄罗斯都打中的 真的 好了 巴尼斯兵弹 就是 容易拦截的 你飞上天空那里 我算到这个轨迹 所以 现在 中国和俄罗斯 就走第二条路 就是用高超音速导弹 就说在中途可以变轨迹 这样 让你接不到它的 巴尼斯兵弹 我说 双方的思路是不同的 结果 俄国和中国 做了超高音速导弹 现在美国 是被它们落后的 以色列和台湾的联合防空飞弹系统 都是美国提供的 这次是一次演习 究竟 大家都有个问题 因为 大家都没有真的打过仗 它打来 你能够够够够够? 台湾海峽平均宽度180公里 所以台湾面临的防御压力更加大 怎么说呢 伊朗 以及以色列的边境相距是千多公里 多些时间给你发现 其实是弹性的分别不大 弹道导弹是几分钟内到 十多分钟内到 分别不大 但是 就是 而且中国的武器 它说 更加丰富 更加丰富 它多些品种 俄乌战争和伊朗攻击意识表明 高超音速导弹不行 结果 爱国者是挡到高音速导弹 我解释给大家 俄国有很高希望 在高超音速导弹 就是高超音速导弹 就是高超音速导弹 它飞上来 又没有防御力量高 然后用粗压 将它加速去打 但是 有两个问题 导弹很快的时候 你不可以 一样东西飞得很快的时候 惯性力量很大 你要它转弯就很难 尤其是转一个大弯不行 它只可以微调一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最后 你抓寻目标的时候 你不能够太快 太快 没有时间 所以到末端的时候 它还是慢了 慢了就好打 第二 它一定要慢 因为有一件事叫黑漲 你快到某个速度 在个飞弹前面 出现了一个PASMA 是你什么信息都收不到的 你看不到地方 你好像盲了一样 结果 末端 第一 转弯转得不太大 第二 要较慢 结果被你截击 全部被外国者截击了 不用怕 赵楚认为 伊朗和俄乎战争 中国的战法一定作出调整 这个要花好几年 我告诉你中国会如何调整 这些战事 对两岸军被发展的战法 有立即重大深远的影响 双方立即检讨一次 美国拿些数据来和台湾开会 防御为主 高度资讯化的战场监测控制系统更加廉绩有限 就是他说 有一套很厉害的资讯 而且 就是监控了整个市场 市场监控系统 防御为主 而且他互相交易得很快 这里有一粒打来 看到 立即告诉区区的人 是一看的 这套东西 证明是更加有效的 对于防御来说 估计未来中国会调整装备和战法 学美国的方法 大家看看 先看区域防空系统的密集 以色列密度 31.34 新加坡36 台湾是1,240 台湾有8套 有7套 爱国者 有44套天弓 整个乌克兰只有3套 台湾 36,000里 这个防空导弹 看看计算什么 我计算過 8千至1万枚 防空导弹 是用来打 大陆 有多少飞弹打台湾 大概2,000多枚 现在 台湾 蔡英文 弄了一套25,000 亿台币 的增值计划 每年 去年 再建500个导弹 今年再建1,000个导弹 每年多1,000个导弹 目前 台湾是什么呢 爱国者不用说 第二就是天弓 天弓是很厉害的 他比爱国者打得更加远 爱国者只打到四五十公里 天弓打到七八十公里 天弓二营 天弓三营 中空高空 天弓捨得比爱国者高 爱国者二营三营 英式 英式 英式是旧的 旧的系统是英式 现在正在改良 低空做什么呢 刺针飞弹 不是刺针 复仇者是旧的 刺针飞弹 台湾自己做的 就是接铃防空飞弹系统 天兵防空系统 麻雀飞弹 這些 还有将会换绿剑 现在正在做绿剑 我说剑是什么 爱国者二营防空导弹 是1998年 李登辉的时候引入 因为大陆恐吓台湾 爱国者三 是2012年 爱国者三是贵很多的 有三套爱国者二 六套爱国者三 八套 九套 每一套有多少个飞弹呢 是规定的 现在有580枚飞弹 爱国者三 有380枚 还有防空导弹200枚 天弓 是台湾自主研发的 地面防空飞弹 有几个飞弹呢 是看你怎样数 目前这个是在地下射天的 天弓一 天弓二 天弓三 这个就是自有飞弹 天弓一 可以射100公里 天弓二 200公里 天弓三 200公里 这个还有增情形 它是可以射到五六倍音速的 射到七八十公里以上的 无限高的 这两个呢 雄峰二 和雲峰呢 是打对方的基地的 就是知道对方哪里来打你 你要射回去 雲峰呢 是可以射到北京的 雲峰可以射到北京的 目前 台湾防空部队里面 有四十八度天弓一 天弓二 有五十枚 五百枚导弹 这些呢 中原程 就是靠这一千多枚 防空导弹 还有一套霍克型防空导弹 是大型 这个有一千枚 那这里加起来 就有二千五百枚 防中高空的有二千五百枚 他又买了两套NASSEC 烏克兰战争 我们介绍过NASSEC NASSEC 就是近一点点的 可以 攔截导弹 战机和无人机都可以 这种防空反导导弹 表现很优异 对俄罗斯发射的导弹 成功攔截率100% 现在又弄了几套 这些东西来攔截 大家看看 基本上 我解释给大家听 这条防线 就是日本 这个公固海峡 这个 就是巴士海峡 这两条防线 装满了反栏导弹 所以 大陆的船 是过不了这条防线 所以能够襲击台湾的 就是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去打台湾 这里180公里 是环绕这些打台湾 用船打用地打都是如此 都是如此 这边是不用防备的 主要是防备这边 防备这边 16号台湾陆军 六射箭二防空导弹 这个我解释给大家听 这个就是天剑 六射型天剑 所以你看怎么算 天剑是什么呢 你知道 台湾有280架战机 这280架战机 都是装有响尾蛇导弹的 响尾蛇导弹 就可以打飞机 亦都可以打导弹 那你计不计这些呢 这里又有一千几百枚 天剑 就是台湾自己做的 可以在飞机上 装天剑 来打飞机或者打导弹 他有海射型的 在一个战艦上 装了天剑 就可以打防空 你计不计这些呢 还有六射型 现在把它变成了六射型 六射型剑二 是天剑二型的衍生 射程15公里 这个是掌握对方 定翼机 船翼机 无人载具 巡航导弹的偵察能力 这个是打低空一点 有点像 以色列的铁共系统 好了 大陆那边是怎样呢 2023年7月 美国的学者调查 打台湾的 就是东风17 主要是东风17 距离台湾400公里左右 射程3000公里的中程反船导弹 东风26 近的 你不要用得远的 浪费了它 这个呢 就是用来打 美国 住在日本的基地 现在呢 就是猛造这个26 这个呢 也是可以来打航空母船的 这个呢 应该是一种 可以变行程的超高音速导弹 它上次试射呢 在这里下去呢 就是这样的 东风26 东风21 这一天 2028年前 中国火箭部 是数到 有1000个弹道飞弹发射系统 有1000个 507个 是核 有500个左右 是常规 是常规 250几个 是核常量用的 即是700个 估计 他们数到中国有多少导弹 因为导弹保养很困难 打台湾的导弹大概可以有2500个 至3500个 你留一些要来打美国的嘛 我告诉你 好了 彻底数一次 天剑一型 天剑二型 陆剑 打天空的 海剑 天公一型 二型 三型 雲母飞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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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打天的 麻雀飞弹 响尾射 这个是飞机的 中程空对空导弹 这个也是飞机的 刺针 就怕你低飞过来 用直升机 或者用无人机 刺针 你低飞攻击 就用刺针打你 英式是旧的 这个是 外国者二型 外国者三型 这个是标准一型 这个就是 所谓标准几型 就是在战艦上 美国在战艦上用 天兵防空系统 捷铃防空系统 海剑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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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艦上打 很短距离的 防空系统 对岚 是红一 红二 红三 鱼叉 潜射鱼叉 是有千多二千枚 对岚的 如果你的战艦上来 最好笑的人说是用渔船过来 你用渔船过来 那些炮弹打几十里 只打过炮弹下去 造成那些海浪 已经沉了几手 你知道那些渔船 是没有防护能力的 你真的迫近我就会开炮打你 用五七七自走炮 一打你 已经反了 对地飞弹 最重要是天剑 雄二、雄三、雲峰 这些是对地的 小牛飞弹 这些就是反辐射飞弹 反装甲飞弹 反潜的 有重鱼类 最麻烦的就是爱国者一枚三名 六百万美金 六百万美金 五千万港元 你一射爱国者三名 你算一算 天公一百万美金 NASEM一百一十万美金 这二千多枚 有二千枚 你打完这二千枚 二千五百枚 天公不停在製造 就可以拦截到千多枚 弹道导弹和飞机 但是很贵 国防部证实 他又会买四套NASEM 三百枚空对空导弹 还有AM120 这些短程飞弹 就是 我都说 你算不算在飞机射那些 和战艦射那些 你加上是一万多的 如果你算在刺针那些 就不止的 NASEM系统 2024年采购 这里有十亿 这一次 以色列防守伊朗 用了一百亿 港元 伊朗打过来的导弹 多少钱呢 十亿 你用十倍的钱去截别人 这个就是个问题 我再解释所有问题 第一 就是贵 你要大量便宜一些生产 否则你很快就消耗盡了 你很快就消耗盡了 大陆原理上 就是 他打过来 你是拦截得到的 但是他的成本就比你便宜 这个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再讲个情细给大家听 就是 台湾 是比以色列好 因为呢 以色列呢 就用了一套 就是这个 陆阳系统 以色列呢 有铺地爪 铺地爪 铺地爪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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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急速攻 第三 台湾缺乏 比起缺乏是什么呢 是低空的拦截 第一 高空拦截 跪 第二 低空拦截 低空拦截最怕的是什么呢 大陆 第一 它又可以射到400公里的火箭弹 如果在这里射火箭弹 射你台湾 火箭弹是低空的 你如果用你现在的导弹 来抵御 这个就是太贵 其实呢 台湾 一定要做一套 磁铁窮的东西 保护着那些城市中心 第一 可以用火箭炮夾 第二 如果战艦出去了 战艦可以射短程导弹 巡航导弹 第三 最嚴重的 就是无人机 现在看到 那些无人机是可以慢 你看一下 可以慢山盖野飞过来 以大陆的生产能力 譬如飞一万架无人机过来 那你又如何 你用什么去拦截它呢 他说现在 就是在弄一件事 我告诉你 中研院正在研究 在弄一些无人机 那些无人机 有一条电线 我解释给你听 很好笑的 一架大一点的无人机 行电的 有一条电线拖在地上 那他就有电 那这架飞机不飞得远 因为有电线 是在几里发 一架飞来飞去 都是一里范围 他就控制五里 他上面有几支机关枪 专门打无人机 这个是最便宜的 他说要400架这些无人机 就可以守住台湾 就是扔了一条电线 这些是最便宜的方法 没有东西便宜到机关枪去打无人机 用一些很快的机关枪去掃射 这个是实际的 我告诉你 如果在天空掃射 这个是实际的 要布置400架 这些 否则 你的绿剑是太贵的 绿剑是太贵的 你的天工 其实 我告诉你 100万也是贵的 其实 台湾应该多几万亿 去大力生产的天工 变成量产 将它的成本减到 当你量产的时候 减到几万元 你就不怕了 这个就是 第四 台湾要用无人机 对无人机 你知道吗 大陆一定很多无人机 将来 就变成无人战斗机 打无人轟炸机 你是要有无人战斗机 这个无人战斗机 就不是那么容易的 无人战斗机 你控制不及的 这个是要AI的 这个是欺負大陆 AI 无人战斗机 自己会找到对方的无人机 然后开枪打他 这样便便宜了 一定要发展无人战斗机 好吗 各位网友 有好消息 这个 我们有一个复刻版的 惠州种回来了 因为 这个天下第一种 自从老师傅先游之后 我们停了 现在找老师傅的朋友 来指点我们 如何重习惠州种的情怀 为什么他这么好吃呢 其实他 煞种的时候用的方法 是有一种秘方的 然后用无皮的绿豆 来粒合 加入糯米的清香 然后秘制滥水 五花腩肉 松化又香 特大咸蛋黄 特别惹味 四月十三日 赵猫猫门市网站 开始预订 拿货日期 2024年6月1日至6月10日 套装四个 每一只280克 大一点 再加送一只 组容简水种 250克 所以是五只种 五只种 原价248元 组料价198元 大家吃过的 知道维州种挺好吃的 记得早些订了